好,大家看一下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浅色线来勾一下第三圈花瓣的部分 第二圈勾好之后呢,我们总共是八针 我们需要勾出六个花瓣,三针为一个花瓣 我们来勾一下 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然后呢,把线勾住,拉过来 我们先勾好五个变子针 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 然后呢,我们在第二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出四个三卷长针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卷长针的勾法 首先呢,把这个针针绕线三次 所以叫做三卷长针 然后呢,我们在针牙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呢,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三次并针 然后第四次并针 第一个三卷长针就完成了 我们继续勾三针的三卷长针 第二针 绕线三次 串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第一次并针 第二次并针 第三次并针 然后第四次并针 第三针 然后第四次并针 然后第四次并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好了四个三卷长针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勾五个辫子针 然后呢,就在这个第三针 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直接把线这样带过来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画瓣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就重复地勾 勾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首先呢,我们先把线 过渡到第四针的针牙里面去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勾五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出四个三卷长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勾上五个辫子针 我们在这个第六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呢 把剩下的四个花瓣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最后一个花瓣勾好五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就在最后的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然后把线勾住 拉过来 留一个线尾,直接剪断 接下来呢,我们用粉色线来勾花边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从刚才的最后一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把这个粉色线勾过来 然后呢,我们就先在这个最边缘的这五个辫子针上面穿针 对应勾上五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短针 在第二针牙里面穿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这五针之后呢 就到了我们上面这个三卷长针的这个地方了 有四针,四个针牙 那么我们穿针的时候呢 每一针只条后半针 只条这个单层线圈 前半针留着 就和我们这一侧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一半针留下来了 我们只条这个后半针 作为针牙的部分 我们来勾一下 勾上四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侧的五个并子针上面 对应勾上五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画边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一侧是一个引拔针 这一侧是个引拔针 在两个引拔针中间的部分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连接一下 勾上一个引拔针连接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重复第一个画边的过程 这样给它勾过来 连续把后面的五个画瓣呢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五个画边 全部这样勾好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还在最开始 穿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勾一个引拔针这样连接好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朵小花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缝在这个帽子上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给它缝在这个 帽子上面的这个粉色线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缝在这儿 作为一个装饰 我们来缝一下 缝在粉色线这个地方 就给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缝合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缝合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缝or 要防人的这个isk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缝 that 我们这缝资本底的额 这缝币的额 我们这缝是红色 我们这缝顶 我们再缝顶 按这个数字 我们这缝顶 差点达个 这个缝顶 我们这样 你就顺着这一圈去缝就行了 谢谢大家 固定在这个地方 固定好之后呢 把这线尾呢 在那一侧给它锁一下针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款帽子就完成了 好了 姐妹妹看一下 我们这一款非常实用的这样帽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一款帽子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教程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妹的观看 我是君元姐 我们下期视频教程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